李小龙与马宝国的人生轨迹 却有共通之处 两者皆是国内武术界的佼佼者 自幼研习传统武术 而后远赴海外 开设武馆传授武艺 各自更是在武术领域有所创新 李小龙创立了文明侠尔的截拳道 而马宝国则独创了闪电五连鞭 各具特色影响深远 论及实战与影视成就 李小龙在荧幕上以其非凡的武艺 成功击败了加拿大拳王 展现了中华武术的魅力与力量 马宝国虽未在正式比赛中直接交锋 但在其宣传视频中 亦展现了不凡身手 宣称击败了英国的大力士 虽形势不同 却也彰显了他对武术的热爱与坚持 考虑到个人历程的艰辛程度 马宝国所经历的道路 或许更为坎坷 且得欲名师指点 这份经历 无疑为他的武术修为 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同时提及身体状态 李小龙虽为武术与电影界的传奇 但长期服用药物的事实不容忽视 相比之下 马宝国即便面对年轻力壮的对手挑战 即便一时受挫 亦能迅速恢复 展现出惊人的恢复力 与坚韧不拔的精神 这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出他过人的身体素质 与抗击打能力 因此 若设想两人在相同的年龄 比如70岁时的对决 虽纯属假设 但不可否认的是 马宝国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 有可能与李小龙一较高下 甚至在某些方面展现出优势 然而 武术之美 不仅在于胜负 更在于传承与发扬 两位大师各自以其独特的方式 为中华武术的推广与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